中国的这个南北差异相当大 它有地理上的差异 文化上的差异 甚至有观念上的差异 我们知道从地理上 区分中国 它有三条线 一条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北分界线 南北分界线呢 原来是以秦岭三曼为主 现在呢 已经退化到江淮一线 第二条线呢 是所谓的贡暖线 这条线出现的比较晚 应该是最晚出现的 它是五十年代 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之下 给北方平均日照在五度以下的地区 就每年超过九十天以上 给这些地区来供 那么第三条线 就是我们地理学上把它称为叫 胡焕雍县 由中国地理学家 胡焕雍县城 从1935年提出来的这么一条线 这条线它是从爱辉一直画到腾冲 那么因为爱辉从到八十年代 他撤销这个线 把它画到黑河 并入黑河式 所以这条线现在被称之为叫黑河 腾冲线 这条线它区分了 中国的南北 在这条线以上 就是北方部分 它占有国土面积的 百分之六十四 它的人口呢 只相当于 中国总人口的 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因为1935年划分的时候 当时的统集资料显示 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口在北方 到1987年又做过一次统计 大概有百分之五点六的人口在北方 有些人以为 北方苦寒 地环境比较恶劣 所以北方的人少 南方的人多 其实这个话呢 不是这么绝对 依据 湖焕雄县 划分的这个北方 它其实有一些 是中华文明中 非常重视过的一些地区 因为曾经被 过度的开发 所以它没有树 缺少森林 那么水土 保有的这个情况 比较困难 这种恶劣的条件 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遗迹 而并不是自然形成 那么除了地理上的这种分界 文化上的 也有南北的差异 北方向来是湖汉杂褚 因为汉人的原住民 无力抵抗 北方的骑兵 北方的勇猛民族 你不管是 匈奴一系 还是东湖一系 经过他们不断地冲击 大肆地抢夺 劫掠 杀戮 北方的汉民族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 出现过一个名词 叫医官兰渡 他是汉人 汉文化的医官兰渡 所以在南方出现了客家人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 明确地看到 北方 现在有很多人 他并不是原住民 他是经过逃荒 经过大规模的迁徙 湖汉杂交了以后 在北方固化下来 东北的一部分 甚至都是 宠关东的 后裔 那么他们非常彪悍 或者说至少看起来 非常彪悍 南方人 骨子里比较坚韧 他们不一定很嚣张 但是他们的韧性 在全国 是遥遥领先 尤其是根独传家 那么这么一种 文化上的基点 是北方远远 所达不到的 从经济上而言 北方离开南方 他根本就不能 自己自主 北方拥有 中国绝大部分的资源 但是他们并不能 换成钱 更不能换成粮食 所以你看到北方 有很多稀土 煤矿 甚至石油 但是如果南北方 一旦出现问题 出现隔绝 北方历来是 自己养剥活自己 它不仅仅是 人口激素的问题 它最重要的是 一个关联问题 中国南北方 分界很明显 人文上的差距 经济上的差距 观念上的差距 都很明显 明朝开始 尤其是明城主 登基以后 有过这么一个口号 叫做天子守国门 他跟隋朝 我们建造的这个隋阳帝 开发了大运河以后 常住在扬州不一样 他把整个中国的 政治统治中心 设立在了北方 从明朝开始到现在 北方一直是 政治文化的中心 历史上 出现过一些 北方出将 南方出向 这么一些说法 它是与事实相符 现在的中国 北方是一个落后 比较偏激的 这么一个标签 南方 则被贴上了 敢于冒险 韧静十足的 这么一个标签 中国南北 文化 政治 体制 观念 它是有差异 这个差异 在各个省级行政区 体现的尤为明显 几乎所有中国 开放思路 去进行探索的 都集中在南方 北方我们见到了 胡锦涛 搞的这个滨海兴渠 习近平搞的 雄安兴渠 基本上 都是虎头蛇尾 南方的浦东 深圳都是实实在在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不仅仅是 国家给了你政策 而且 它是有全民 或者说 整个民族中 比较愿意冒险 愿意尝试 新鲜生活的人 他们自发地去集中 去打破脑袋 挤破头的 去抢占先机 所以这两个特区 它在中国 其实已经成功了 在现今的体制下 能够获得这种 天三地覆的变化 其实是很难得的 北方的两个兴趣 一个呢 已经逐渐地被人所遗忘 一个几乎就没有启动 我们在北方经常看到一些鬼层 像阿尔多斯 每一个城市居民 甚至能拥有几套房材 辉煌的时候 遍地都是路火 现在被称之为叫鬼层 没有人入住 曾经的辉煌 都很短暂 据我所知 还有一些 所谓的煤毒 都建立了 煤化工 这么一些产业 留在暂时体制下 启动 每年也就开工 一两个月 保持设备的运转 大量的投资投在那里扣 只能作为一个 国防工业的需要 拉动北方相当困难 历史上北方没有被开发过吗 或者说 北方的开发没有成功过吗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 出现在二战之前的 满洲国时期 我们甚至可以翻遍历史 你可以看到 日本投降之前 所谓的满洲国地区的 工农业产值 尤其是军工方面的产值 它已经远远超过了 日本的本土 我们知道二战结束的时候 苏联曾经出兵东北 劫掠了 违满洲国 遗留下来的工业设备 当然了 后来它 经过中共建政以后的一些争取 返还了一部分 但是返还的这一部分 不足以维持 东北曾经的工业上的奇迹 因为东北呢 它在苏联援助中共时期 曾经兴建了一批老的工业基地 因为文革的耽误 设备的更新换代 人们的观念 都没有跟得上 所以在八十年代开始 改革开放过程中 东北已经严重了滞后 我们都知道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跟南方的奇迹相比 北方整个就没有诱惑力 而且他们每年 有近乎半年的财卵期 完全解除冰冻的 这个月份 不足半年 所以北方的建设 没有强力的措施 它就很难被启动 我们知道前一届政府 在重启东北工业基地上 曾经做过一些尝试 很遗憾 都没有获得成功 这一届就不用谈了 不是你想不想启动东北 而是怎么样防止 三胖的核实液 对东北的核辐射 核污染的问题 在这种大的国际环境之下 在美国极有可能 与北韩开战的 这么一个前提之下 谁敢去投资呢 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见到一些 北方的基层官员 他们退休以后 宁愿变卖家产 到南方来养老 不仅仅是为了多活几年 也是为了活得更舒坦 更像一个人 因为在北方 资源短缺的情况下 在经济不景气的 大环境之下 人们的心态已经失衡 恶性的社会事件 层出不穷 现在我们看到了 美韩 美国和北韩之间 有可能 脱离三层状态 虽然这个可能性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北方有一些投机人员 他们去炒作 边境一些城市的房价 在力潮流而动 我们知道 中国的经济问题 最大的问题 它是围绕在房地产上 围绕在地方在场 这两个问题 在北方 都是非常明显 而且几乎无法解决 南北方的差异 极有可能 最后导致 中国在变革之初 会出现一些恶化 尤其是 各个省份 与原先比较相熟的 在文化上 在经济上 甚至在地区殖民的问题上 曾经有过一些关联的国家 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 倾向性的资助 南北方的差异 南北方的这个隔绝 它极有可能 更加坡 他这种视频 在导致 看到没人